两人路过了一座又一座龙城,小梅走累了就修炼,修炼好了就继续走,修为与见识都与日俱增。 这段时间小梅过得十分开心,是她自小到大,过得最开心的一段时光。 以前在降龙佛国里,规矩太多了,小孩子的天性完全被压制。 这段时间小梅的天性才得以释放,这才是一个真正无忧无虑的孩子。 在路上,小梅度过了她的十岁生日,从十岁变成了十一岁。 这次生日虽然没有父母在身边,可是多了一个林墨宇,也多了一个超级巨大的蛋糕。 小梅从出生到现在,每一次生日都很潦草,至于蛋糕更是没吃过。 林墨宇从大世界里弄出来了一个最好的蛋糕,小梅在那一刻感觉自己是最幸福的人。 在龙族里走了一个月,两人终于来到了龙族的中心,龙神城。 这里是龙族的中心,龙神城也是龙族的都城。 龙神城气象不凡,四条巨大无比的神龙横在城池四面, 以他们的龙躯充当城墙。 这四条巨大神龙已然生死,可身上依旧散发着不弱的气息,仿佛他们随时会活过来。 经过林墨宇一路教导,小梅如今眼力已经不同凡响,她很快就看出不同寻常。 小梅脆声声地说道,老师,这几头龙好像还没死透。 林墨宇微微一笑,确实没死透。 他们留下了最后一丝真灵,当龙族有难,他们就会活过来,为龙族而战。 这几头神龙生前都是道尊九境,他们若是复活过来,在短时间内还能保持道尊九境的占领。 小梅道,这么看来,他们对龙族的感情很深。 林墨宇笑道,那是自然,从某一方面来说,龙族也是团结的。 说话间,林墨宇已经带着小梅朝龙神城内走去,边走边说道, 据说龙族内还有一座龙墓,只有道尊七境以上的龙族长老,死后才有资格葬入龙墓。 我猜,龙墓里的那些龙族长老,和他们一样没有死透,只要龙族有难,就能破目而出。 小梅奇怪道,这么说来,龙族应该很强很强才对。 可老师您说,之前佛族的那位三生佛族要算计龙族,可是他如何应对龙墓? 林墨宇笑道,这个问题问得不错,具体原因老师也不知道。 如果你想知道,可以去问问三生佛族,或者问问龙族的族长,他可能也会知道其中缘由。 好呀,等小梅见到他们,就问问他们。 小梅出生牛独不怕虎,一对明亮的大眼里透着浓浓的求之欲。 在林墨宇的针针教导下,小梅养成了一种刨根问底,不断追寻根源的习惯。 任何事情,他都想知道答案。 林墨宇感觉,小梅的这种想法,越来越像自己。 在他们走进龙神城那一刻,嘹亮的龙银声忽然响彻天际,空中云雾奔腾,同时浮现出无数条神龙。 这些神龙穿行于云雾之间,身上绽放出溢彩,将云雾渲染成了彩霞。 彩霞色彩无尽,千红万紫,不足以形容。 小梅惊叹道,好漂亮啊。 林墨宇微微一笑,看来是在欢迎我们啊。 他身上有熬落下来的气息,在他入城的时候,气息动了一下,接着就发现了现在这一幕。 小梅惊叹道,老师真厉害,走到哪里,都有人欢迎老师。 在小梅惊叹崇拜的目光中,城中的龙银之声更为强烈,万道霞光从云雾中洒落,落在了林墨宇身上。 接着,城中有神龙飞出,带着强大的气势,从城中飞出,静直落到林墨宇面前。 在落下时,已然化作人形。 来的三人,其中之二林墨宇认识,分别是同为大长老的熬落和熬力。 在龙族的组成结构里,道尊久尽的都称之为大长老。 表面上来看,大长老之间不是分高低的。 他们不只是龙族的大长老,还是自己一系龙族的领头人。 熬落是元素神龙一系,精行神龙的领头人。 而熬力则是大地神龙的领头人。 双方都是大长老,可是在龙族内部,熬落的地位要比熬力更高一点。 之前西天极乐里,就是以熬落为首。 倒不是说,熬力的实力不如熬落,只是熬落的脑子更好用一点,而且不会冲动办事。 至于中间那人,不用说必然龙族的族长,龙威。 龙族的当代族长,是位女性神龙。 龙族有的时候也很奇怪,他们称自己和人族不同,不叫男女,称为公母。 可若是对着龙威说,你是母龙,必然会被龙威当场拍死。 在龙族里有几大姓氏,其中数量最多的为熬性, 大部分龙族都是出自这个姓。 可是论地位最高的,却是龙姓。 龙族的历代族长,都姓龙。 龙姓,是龙族中的帝皇之姓。 林墨宇对着三人微微行礼。 人族林墨宇,见过龙威族长,见过二位大长老。 龙威也朝着林墨宇行礼,用的是人族的礼节。 林先生,客气了。 等了林先生多日,终于是来了。 林墨宇笑道,老族长久等,看来我们是有缘。 一路上,林墨宇除了大方向,并没有特定目的,只是沿着路线向北而行。 走着走着,就来到了龙神城,倒没有特意。 之前林墨宇也说过,有缘会相见,确实算是有缘。 龙威笑道,我已命人备好酒宴,请林先生入城。 林墨宇笑道,一路走来,除了封杀,也确实没给我这位弟子吃过好东西。 今日林某就借组长大人的光了。 光威露出灿烂笑容,林先生客气了,快请快请。 他一挥手,空中霞光落下,扑就一条大道。 同时,城中响起震耳欲聋的声音,贵客临门,龙神城彭壁生辉,有请贵客入城。 贵客临门,龙神城彭壁生辉,有请贵客入城。 同样的话,在城中激荡。 此种盛大之礼,自然是引起无数人的注意。 无数人看向霞光之上的一行人,纷纷发出惊叹。 这是什么样的贵客啊? 龙威族长竟然亲自去迎接。 不止龙威族长,还有两位大长老相陪,来的人也太尊贵了吧。 所谓贵客竟然是人族道尊,而且看着只有道尊三境。 这个人族的小姑娘连超神境都没有,这才刚刚入门吧,竟然能有如此待遇。 肯定不是因为修为,而是他们身份不凡,可就算人族的圣地之主来了,龙威族长也不可能亲自去迎接啊,太怪了。 想不明白,实在是想不明白。 在一众疑惑声中,林默威被霞光带着,来到了一座华贵精美的宫殿之中,龙族族长的宫殿无比精美。 是林默威见过的宫殿中最为精美的一座。 小梅看得眼睛放光,不过林默威发现,小梅的注意力明显不是在宫殿上,而是在宫殿中那一桌韭菜上。 香味飘过来,从鼻子钻到身体里,再进入灵魂之中,无比诱人。 林默威知道,这次龙族准备的酒宴并不简单,里面用的材料恐怕都是天才地宝。 这种香味对她来说,没有什么影响。 以她的道心,早就不为外物所获。 她想要的,都是自己所想的。 可对小梅不是这样,小梅刚刚开始修炼,哪里经受得住这种诱惑,就算她是天生道魂,也不可能经受得住。 小梅的定力已经算很强,若是换成一般人,怕是早就冲过去大快躲移了。 小梅并没有,甚至都没说想去吃,只是眼巴巴地看着。 287,不会有那个吧? 林默威心中一动,想到了一种传说中的可能性。 龙威组长笑道,林先生请坐。 林默威笑道,您是主我是客,您先。 龙威也不客气,直接坐到了主位上。 林默威坐在她的左手边,小梅坐在林默威的身边,两位大长老则是坐在龙威右手边。 桌上的菜并不算多,只有石盘,而且量也不是很大。 可是每道菜都十分精致。 林默威知道,这些菜其实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,每一道菜里都蕴含着强大的力量。 普通人多吃几口,恐怕都会暴体而亡。 小梅看着这些菜,口水都流到了嘴角。 这时龙威解释道,林先生肯定在猜,这里有没有龙肝。 林默威也不否认,确实想过。 龙威爽朗笑道,中间那盘就是了,这份龙肝来自一只木形的道尊四镜神龙。 小梅惊呆了,龙肝。 在龙族里吃龙肝,完全颠覆了她的世界观。 试想,若是谁敢当着龙族的面说,我想吃你的肝,怕是会被一口吃了。 林默威解释道,传说龙族中的一条规矩,在招待最尊贵的客人时,就会挖取自己的龙肝,做成美食,请客人品尝。 传产龙肝凤胆,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。 龙族确实是有这种做法,但只在传说之中才有,现实中从没有听说谁吃到过龙肝。 林默威觉得,当时之中,恐怕只有三组这样的存在,才有资格吃。 小梅怎么也想不到竟然会是这样。 她小声问道,龙肝真的好吃吗? 龙威笑道,好不好吃,小梅姑娘吃一口不就知道了吗? 只是龙肝力大,林先生还是要做些准备。 林默威笑道,无妨的,小梅只要不是吃得太快,就没关系。 龙威眼睛微微一亮,看来小梅姑娘也不寻常啊。 龙肝并不是普通人都能吃的,吃了也要承受得住才行。 道尊四尽的龙肝,就算是至尊吃上一口,都要好好炼化一番才行。 这个刚入门的小姑娘竟然能吃得下。 咕噜噜,小梅的肚子忽然叫了起来。 龙威哈哈笑道,别等着了,小梅姑娘,你就直接动手吧,不用客气。 林默威也对着小梅道,不用客气,吃吧。 小梅这下才大胆地取来一份龙肝,小心翼翼地放进嘴里。 龙肝入口即化,小梅眼睛顿时放光,好好吃。 接着一股强大的力量自体内炸开,小梅全身都散发出霞光, 整个人自动浮空,瞬间入定,开始消化龙肝里的力量。 林默威看了几眼之后便不再多看, 她感受到小梅的先天道魂已经开始在消化吸收龙肝里的力量。 先天层次的灵魂是小梅最大的根基, 所以林默威才敢让小梅吃下龙肝,而且还不止一份。 等这份龙肝消化干净,可以继续吃。 小梅的力量正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提升着, 小半年来,小梅已经达到了差不多小世界里40级的水平。 在外人看来,小梅是刚刚入门,甚至还算不上修炼者, 只有超神镜之上才算是修炼者。 现在小梅在龙肝的帮助下,突破了这个门槛, 开始朝着超神镜前进。 在小世界里,此时应该要觉醒技能, 但那是小世界的规则和本源大陆并不相同。 术法这种东西,等小梅吸收了转世之宝, 自然就会有,不用着急。 大量寒气从四面八方而来,小梅一会就变成了一个冰人。 龙威似乎看出了一些端倪, 小梅姑娘似乎拥有一种特殊的体质。 不过,我看不出来是什么体质。 林墨宇笑道,小梅确实有些特殊, 但现在还不方便说,请龙族长不要见怪。 龙威摇头,每个人都有秘密, 如何会见怪。 他话风一转,此次龙族能幸免于难, 全亏了林先生, 此前幽冥一族和百草联盟的人来了, 幸好最后三族出面,才避免我龙族生灵涂炭。 林墨宇很是谦虚,以贵族的实力, 只要龙墨里的那些仙灵一醒,应该也不必怕他们。 龙威道,若是窟戎上人没有出手, 自然是不用害怕, 甚至不需要动龙墨, 龙神城外的四位仙辈就足够对付。 林墨宇眉头一皱, 那个老家伙也动手了。 龙威点头, 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, 一直等三族到来, 叫破了窟戎上人的名字后, 我们才知道, 原来窟戎上人也来了。 我猜窟戎上人的来意, 就是为了对付我们的仙辈圣灵。 住, 一位大盗竟在后面虎视眈眈, 龙族又有大半力量被拖在西天极乐, 他们的领地基本上手不幸好三族到了, 三族都不需要动手, 只要往那里一站, 不管是幽冥一族还是百草联盟都不敢动。 三族的高深莫测, 就算是妖皇和窟戎上人都要忌讳三分。 龙威点头, 三族说了, 是林先生和他之间完成了一笔交易, 他才会过来。 想来能请动三族, 林先生付出的价格必然不低。 龙威很清楚, 三族是零点一个什么样的人, 作为生意人, 只有出价达到了他才会动手。 林墨宇笑道, 小事, 没什么的。 龙威道, 无论如何, 林先生的大恩大德, 我龙族铭记于心, 以后林先生就是我龙族最尊贵的客人。 若是林先生不嫌弃, 我想让林先生做龙族的外姓长老。 龙族确实有外姓长老这种说法, 历史中能成为龙族外姓长老的人并不多, 屈指可数。 但成为外姓长老后, 有什么好处, 没什么人知道。 林墨宇并没有立即答应, 因为他一旦成了外姓长老, 就等于和龙族绑到一起了。 以后对安塔瑞斯的计划, 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。 而且他的气韵也会受到龙族气韵的影响, 是好是坏, 还不好说。 林墨宇缓缓说道, 关于外姓长老还请龙族长细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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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請订阅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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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。